经过连日来的抢救跟治疗 那目前有传出的好消息就是 原本使用三线的生压剂 那目前已经测掉两线 现在一线的生压剂 就已经可以维持在正常的心调跟血压 在连日的抢救之后 今天妹妹有了好的消息 那原本要用三线生压剂 才可以维持的血压 目前已经测掉两线 目前只用一线的生压剂 就可以让血压维持在很棒的范围之内 那呼吸方面虽然没有到自主呼吸的地步 但是妹妹也在想要自己带动这个呼吸 这个是很好的现象 那目前对于疼痛方面也开始有反应 我们给她疼痛自己之后 她开始会有肩膀、手臂、暖缩的动作 这些都是好的现象、好的消息 那希望妹妹的状况可以继续进步下去 那后续我们会召集所有的医疗团队 跟妹妹的家属做一个全人医疗的讨论会 我们希望在生命真相逐渐稳定之后 藉由这个全人医疗讨论会 跟患者、跟妹妹的家属 做后续治疗的规划以及建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